为什么饭店里面的白粥生菜会那么翠绿,那么爽口呢? 只要用对方法的,你在家也可以做 生菜要切开才洗,比较干净 然后给它泡水10分钟 可以防止有农药的残留物 锅中烧水,下盐可以给它提前入味 少许油,让它颜色更翠绿 这样色泽更明亮 也不会干巴巴,一会儿就变黄了 水烧开后,大火下去烫10秒钟 生菜很容易熟的 烫太久会变黄 口感也不好 晚中再准备蒜末 葱花 红椒丝 一勺热油给它炝香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么一大瓶白粥汁 大厨根据比例调配好了 鲜甜适中 可以用来做蒸鱼白粥虾炒菜用 这么一大瓶你可以用很久 白粥生菜这样做清脆爽口 一家人都爱吃 招待客人也方便 菠菜简单又好吃的制作方法来了 菠菜剪掉头之后 给它多清洗几遍 锅中烧水 加点盐 再点点油 这是菠菜烫起来清脆不变黑的关键 水烧开后直接下去烫 开门火 大概烫30秒烫就熟了 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做白粥生菜或者菜心 用一勺热油把蒜末红椒嗆香 鲜甜美味的关键就是这个白粥汁 饭店大厨用来做清蒸鱼白粥菜的 感谢大佬又静静对视频点了个赞 最后把酱汁淋上去就好了 菠菜这样做 营养美味清脆又爽口 你也试试看吧 鲍鱼 这么好的食材 你知道怎么做才好吃吗 先用牙刷 把其表面的黑色物质刷干净 再用小勺子把肉取出来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鲜嫩又爽脆的制作方法 先统一切成薄片 很多人不会切蒸鱼的三丝 你只要把小葱 红辣椒 金葱叠在一起 用手把它按紧 拿到直刀推切就可以了 泡完水就是这种效果 再把洗净的菜胆对半切开 感谢大佬静静看视频又不忘点了个赞 锅中烧水 下盐和油 这是烫青菜 翠绿不变黑的关键 所以保持沸腾的状态 青菜下去烫 再次烧开就可以捞起来 像这样整齐装盘 鲍鱼片也是用沸腾的水烫15秒 白酌菜胆搭配鲍鱼 撒上蒸鱼三丝 鲜甜美味的白酥汁 是饭店大厨必备的 蒸鱼、白酥虾、炒菜都可以用 一勺热油炒香 激发起香味 这样做的鲍鱼啊 盐质原味 爽脆可口 饭店大厨都会借鉴来做创新菜 你也试试看吧 家里有老公的 你要让他多吃秋葵 简单又好吃的制作方法来了 过水的时候 往里面下一勺盐 水烧开后 秋葵下锅汤3分钟 顺手点个赞吧 祝你生活愉快 捞起来并正一下 不易变黄 切的时候去掉头尾 然后再对半切开 碗中再准备蒜末、红椒丝 用一勺热油激发起香味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白酌汁 大厨根据比例调配好的 不管做白酌虾、清蒸鱼 都是很鲜甜 把调好的酱汁 直接淋在秋葵的表面 秋葵这样做 鲜嫩又美味 值得你一次哦 这个季节 这种新鲜的辣椒 还是比较嫩的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家常又好吃的制作方法 碗中准备生抽、陈醋、盐、白糖、淀粉 加一勺清水调成酱汁 锅中下油 辣椒下锅炒 开中大火 给它炒至八九成小五 分享是总美德 点赞是总情怀 谢谢你哦 锅流底油 下五花落末 把它炒香 下蒜头、豆豉 继续炒出香味 倒入调好的酱汁 煮开后快速搅拌均匀 再把辣椒倒进来 更新的几百道菜 都是很详细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炒至入味就可以出锅啦 是不是很简单 爱吃辣椒的就整起来吧